我們養豬養雞那它的糞便 那我們要往哪裡去處理 那它可以直接成為植物的營養 然後甚至可以慢慢變成 那個微生物代謝的一些原料 饋養員向參訪學員 介紹自然農業中 微生物的循環作用 這是然安鄉梅西部落族人 經營十一多年的生態循環農場 強調自然生態平衡 來友善土地 不使用化學肥料 取用當地微生物 使農作物及飼養的豬和雞 有著健康好吃的品質 不管是淡雞也好 肉雞也好 土雞 我們用人道飼養的方式 在自己做飼料 然後在整個環境上面 我們就是以微生物來做培養 然後豬雞都吃得很健康 會運用腳白唇殼 去在我們的土壤上面去做覆蓋 那讓土壤裡面的微生物菌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 那微生物菌能夠把能夠有比較好的發展之後 土壤它自然健康 那也能夠分解比較多的一些有機質 這場活動內容包含土雞友善飼養戶參訪及蓄勢所團隊 結合農場的雞與蛋所開發的加工品的品評會 主要結合農委會續產試驗所執行 原民會108年推動原鄉環境友善 連續產業多態模式計畫 來自新一鄉的族人也特別前來觀摩 自然生態的這種養殖方法 可以讓我們的經濟效益上都有 不但有收入進來 以後也能夠讓他們學習到 以前的老一輩子的那種自然的養殖法 農委會敘事所產業組組長林振勇表示 透過這場活動 希望促進部落經濟發展 吸引青年返鄉發展 族人也期盼 把所學知識及經驗與孩子們分享 回鄉共同發展自然農業 原視新聞一文大道 南投仁愛採訪報導